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则关于拜登在伊朗攻击以色列之际返回白宫的新闻 这段时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拜登总统也在第一时间返回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讨论对策 伊朗宣布发动报复性攻击,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 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将全力支持以色列,并坚定不移地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也进入全面警戒状态,取消了所有学校和年轻人的活动 另外,我们也报道了一个关于以色列少年遇害的新闻 这起事件引发了西岸地区更多的暴力事件 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村庄进行了搜查,并引发了冲突和破坏 这些新闻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复杂局势和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对于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保持警觉 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对话和沟通来解决问题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和问题 感谢收看,我是六博士,我们下次再见 拜登在伊朗攻击以色列之际返回白宫 白宫星期六说,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登星期六下午 在白宫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就伊朗空中攻击以色列进行磋商 攻击将延续几个小时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 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正在不断听取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的汇报 并同以色列官员以及美国的伙伴和盟友们不断联系 伊朗英文电视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说 几十架伊朗无人机正在飞向以色列 伊朗誓言对以色列上周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马士革使馆院落 导致16人死亡发动报复攻击 内自攻击造成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一名高级指挥官和其他六名军官死亡 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进入全面警戒 取消所有学校和其他年轻人的活动 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说,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Lord Austin星期六早些时候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Yof Gallant就紧急地区威胁进行了交谈 奥斯汀重申美国全面支持以色列 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攻击 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 在X社交媒体平台上向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 扎奇、哈内格比、Souchi和Nekbi 转达了类似的美国支持的信息 拜登星期五警告说 伊朗攻击以色列迟早可能发生 并敦促伊朗不要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报复性行动 拜登说 我们致力于以色列的防御 我们将支持以色列 我们会帮助保护以色列 伊朗不会成功 约旦国营Elman Marker电视台同时报道 约旦宣布星期六夜间 开始向所有入境、离境和过境飞机 临时关闭其领空 伊朗革命卫队的突击队 星期六搭乘一架直升机 降落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一艘附属以色列的集装箱船只上 并夺取了这艘船只 这是两国间一系列攻击的最新一个 悬挂葡萄牙旗帜的地中海航运公司 MSC白羊座号ARIS 是隶属伦敦佐迪亚克海运公司 Zodiac Maritime的一艘货轮 佐迪亚克海运公司 是以色列亿万富翁奥菲尔 AO OFER的佐迪亚克集团 Zodiac Group的一部分 佐迪亚克拒绝评论 建议询问地中海航运公司 位于日内瓦的地中海航运公司 随后承认船只被夺取 表示船上有25名船员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IRNA说 革命卫队将把这艘船 领入伊朗领海 以色列星期六警告说 伊朗会遭受选择任何 进一步升级局势的后果 更多人担心 以哈加沙战争可能会扩大 以色列是在伊朗 在海湾夺取一艘同以色列 有关的集装箱船之后 发出严厉警告的 以色列同时宣布出于安全原因 关闭全国的学校 哈马斯星期六说 就同以色列的建议 加沙停火已经向埃及和卡塔尔的 斡旋人员做出回应 坚持永久停火 哈马斯在声明中重申 要求一项斡旋停火 包括永久停火 占领军从加沙地带全部撤出 被驱离人士返回他们的居住地 加紧援助物资的进入 并开始重建 哈马斯说 并准备双方之间达成一个严肃和真正的囚犯交换协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atan Yahu 反对永久停火 誓言派兵进入拉法 不顾美国等国际反对声音 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星期六说 获得释放被绑架人士的唯一障碍是 哈马斯 不是以色列方面的任何因素 以色列说 伊朗从伊朗领土发动无人机攻击 拜登说 铁定支持以色列 美国之音中文网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星期六晚间说 伊朗从伊朗领土向以色列领土发动一次无人机攻击 拜登政府证实 伊朗开始发动攻击 表示美国将与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 支持他们抵御这些来自伊朗的威胁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爱德利安·沃森 Adrian Watson 发表声明说 攻击可能延续几个小时 拜登总统明确表示 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 本月早些时候 伊朗指责以色列发动空袭 摧毁了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领事馆 造成七名革命卫队人员死亡 其中包括德黑兰的两名将军 伊朗曾警告称 他将进行报复 周五 美国总统乔拜登向伊朗发出了严厉的简短警告 拜登在纽约市的一次活动上发表国内政策演讲后 对记者说 我们致力于保卫以色列 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我们将支持以色列 我们将帮助保卫以色列 伊朗不会成功 周六早些时候 以色列军方表示 作为安全预防措施 将关闭学校并限制公共集会人数不超过1000人 以色列少年尸体被发现 触发西安更多暴力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一名星期五失踪的以色列少年 在被占领的西岸地区被发现死亡 以色列当局说他死于恐怖攻击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atan Yahu 在声明中说 极恶劣地杀害一名男童是严重犯罪 一架无人机 在拉姆安拉城附近的 Malakay Shalom哨所附近发现了 这名14岁男孩的尸体 他最初在拉姆安拉市放羊时失踪 以色列媒体说 这名少年星期五上午 最后被人看见 离开这个定居哨所放羊 报告说 羊群几小时后返回哨所 但他没有回来 以色列媒体说 本雅明 阿奇迈尔 Benjamin Alkamer 是被打死的 但没有说是如何被打死的 迄今没有人声称对此负责 阿奇迈尔的失踪 导致以色列定居者 对巴勒斯坦人的村庄 进行广泛搜查 并增加暴力 几十名以色列定居者 星期六在阿奇迈尔死亡 现场附近的村庄 焚烧了12座住房和几辆车 巴勒斯坦卫生部说 这所村庄有三人受伤 一人重伤 边境警察向聚集的村民 发射催泪瓦斯 试图驱散他们 法新社记者说 参加最初搜查的犹太人定居者 星期五下午搜查了 Malakay Shalom以西 大约500米的El Maguire村 发生了暴力 在现场的法新社记者说 这些定居者在村庄搜查时开枪 焚烧了很多住房和汽车 居民们投识快回应 市长阿利亚 Amin Aboli说 定居者以寻找失踪 以色列男孩为借口 对这个城镇进行了袭击 抵达的军队支持他们 El Maguire的居民阿利亚 Arafat Abu Ali说 以色列军队要求居民们 到村外集中 他对法新社说 十多个房屋和50辆车被焚烧 巴勒斯坦卫生部星期五说 至少一人死亡 25人受伤 哈马斯六个月前攻击以色列 打死1200人 并绑架240人制 引发战争以来 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各地 一直高度紧张 有460多名巴勒斯坦人 在西岸被打死 多数是死于军方攻击 和以色列定居者造成的冲突 以色列定居点 在西岸地区的扩大 将当地变成了火药桶 那里的以色列哨所没有授权 国际社会都认为 他们是非法的 但以色列保守政府 允许在东耶路撒冷和西岸 增加以色列定居点的兴建 巴勒斯坦人认为 这些地方是他们的未来国家 有70多万以色列人 在被占领的西岸地区 和东耶路撒冷生活 仅西岸就有大约 49万以色列定居者 以色列1967年 占领了这些土地 要求保护部署 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 特别报告员 弗兰切斯卡 阿尔巴内塞 弗兰切斯卡奥巴尼斯 敦促联合国授权 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部署一个保护性存在 明确授权防范病 击退对平民的攻击 他在原为推特的X上写道 以色列军队充分证明不愿 或无法确保这个任务 以色列对加沙的报复性攻势 迄今将加沙大片地区 移为平地 大部分被驱离的加沙人口 现在躲在南部拉法城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 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